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31集 临安公主赵剑 许清安和怀庆返回四方台 二公主临安已经被捞上来 浑身湿漉漉的 披着厚厚的大肠 双手抱胸动得瑟瑟发抖 嘴唇清紫 她指着怀庆 我要告诉父皇 怀庆 本宫跟你没完 与本宫何干 分明是玲珑今日情绪暴躁 失控导致 临安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皇子皇女们习以为常了 纷纷讨论起玲珑的异常 玲珑的确不对劲 刚才发狂有些奇怪 她怎么还在岸边 她盯着这边呢 叫得还很委屈似的 身为嫡亲哥哥的太子 心疼了包妹两秒 然后愉快地加入了讨论 许是心情不佳吧 玲珑不是普通受累 自然也有脾气的 不过 受累终归是受累 他们的思维无法揣摩 殿下们讨论了片刻 便不再关注了 二公主落水 怕感染风寒 演习就提前散了 高贵的殿下们乘坐马车返回 留下当差的收拾残局 长公主带着许七安 转道去了东华门 抵达文渊阁外 文元阁是皇家藏书之地 有七座阁楼 里面藏书浩渺如烟海 许清安和长公主 埋首古卷 查了一个多时辰 找到了许多 初代监政的相关资料 此人自创术士体系 却来历神秘 辅佐初代皇帝 开创了千秋伟业 本该是 配向太庙的丛隆之臣 但关于他的记载 在五百年前戛然而止 很明显 这是被人从历史中抹去了 抹去他的人毫无疑问 是五宗皇帝 文元阁第三座藏书楼 二楼 窗户边 长公主半身沐浴阳光 白皙的脸蛋仿佛透着光 脸上细微的绒毛都能看见 如果当年五宗皇帝 抹去了初代监政的记载 那么 我们是不可能在文元阁 找到任何相关资料的 简许清安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长公主提点 你不是说石树里发现了佛文 我们可以尝试从这里寻找突破口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阅览 他神态有些疲惫 不自觉地贴紧书桌 这样的动作 让他沉甸甸的胸脯 搁在了桌面上 哦 此女胸有沟壳 许清安余光瞄了一下 便不再关注 毕竟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 深渊呢 也可能在凝视着你 而这个深渊 许清安现在还不敢招惹 除非将来能让深渊羞涩地挪开目光 转换思路之后 果然有收获 我翻约了大凤地理志 发现大凤立国之初 京城并没有佛寺 也没有佛门中人传教 但在五百年前 忽然有一座佛寺出现 叫做宝塔寺 张公主不愧是学霸 查资料这方面 比没什么文化的许清安强多了 她长长的睫毛颤啊颤 眼里有着疲惫 却也融化了清冷寒潭式的眸光 这时候的她 仿佛育人活了过来 张公主为这个发现而欣喜 宝塔寺最兴盛之时 每日相客如云 达官显贵出入不断 一座寺庙 竟买下了近百清凉田 但随之而来的 是朝廷的灭佛行动 宝塔寺渐渐凋敝 现在京城里的几大佛寺 与宝塔寺都没什么关系了 有一脉保留了下来 更名为青龙寺 地址在西郊的白凤山 喂 你有在听吗 别吵 打断我的思路 许清安皱了皱眉 长公主扬了扬眉 忍住了 没说话 许清安在脑海里 归类所有的线索 如果魏冤让我把目标 锁定在幕后黑手 初代监政的事 不必我插手 但这些事是绕不开的 只有弄清楚案件的核心关键 我才能继续地追查下去 以目前来看 桑坡的脉络是这样的 武宗皇帝当年篡位成功 将初代监政封印在了桑坡 用镇压气韵的神剑 服以法阵封印 这个秘密 只有原景帝一人知晓 北方妖族联手朝廷内部二五彩 炸毁了桑坡封印 放出了初代监政 试图让大凤京城乱起来 他们好在北方趁机作乱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 我的调查对象有两类 一 试图光复前皇室的人 二 试图篡位的人 皇室宗亲 前皇室已经是五百年前的历史了 第一种可能性不大 那就是有人想篡位 这个假设比较合理 但是缺乏证据 能与北方妖族秘密结盟 又是皇室宗亲 这北方 徐清安猛地睁大眼睛 露出惊恶之色 长公主当即问道 有什么发现 徐清安摇了摇头心想着 我怀疑你叔叔想当你爹 但是我没证据 没有回答长公主 继续自己的推理 这些话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是不能说出口的 污蔑亲王 死罪 推理就像做数学题 任何线索都要衔接起来 拼凑起来 但凡有一个疑点得不到证实 答案可能就会偏移十万八千里 所以 我要做两件事 现在 一 确认桑坡底下封印的是奸证 这是我所有推测的核心 而要确认这件事 我就必须弄清楚 佛门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 二 我要确认杀赵献令灭口的 是不是道门仁宗 如果是 道门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与镇北王勾结 那我就得找到证明他们勾结的证据 追悼题的结法 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 如此我即使错了 我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若是十天之内案情进度仍旧不大 那我就好 只好抱着魏爸爸的大腿哭着说 这个号废了 重练一个吧 许其安一边思考一边 敲定了明天的任务 查一查各大修行体系的资料 确认赵献令死亡真相 拜访青龙寺 了解当年的秘心 拜访镇北王府 见一见那位被誉为京城第一美人的王妃 打定主意后 许其安说道 卑职有了些眉目 只是结果尚未出来之前 不敢与公主胡言乱语 张公主很聪明 没有追问 汉日首道 本宫乏了 金丝南木马车 驶离文元阁 与许其安分道扬镳 许大郎加了加马赴 马蹄哒哒哒的赶到东华门 被一列侍卫拦了下来 侍卫长说道 林安公主要见你 林安公主 她与长公主不睦 我身上有贴纸上公主的标签 恐怕没什么好事啊 不见 许其安一口拒绝 我有皇命在身 负责查案 你回禀林安公主 改日 说着她掏出金牌 起料是位长压根不处 笑呵呵的 林安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 你这金牌啊 在这里不管用 根据宴席上的观察 夜店女王 啊不 林安公主刁蛮任性 虽不像林月妹子那样 打一拳会 硬硬硬的哭很久 但是落了水 还是会委屈的哭唧唧的 不是心机深沉之辈啊 可能会被刁难 谈不上什么鸿门夜 小心些就吃了 地气这么足的吗 许其安 吐出了一口浊气 带路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冤 大兵 丸子 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百三十二集 许其安 我听说你是怀庆的中犬 二公主住在韶音宫 是一座宽敞而雅致的别院 侍卫长带着许其安 跨过高高的门槛 绕过影壁 眼前是一个充满少女 童真色彩的大院 葡萄藤架上 悬着鞦韆 墙角堆积着破烂的泥藕 都面凉亭里隐约可见 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堆积 西面花铺边缘 二公主临安 带着几名丫鬟在踢绣球 女子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中 时而夹杂着临安公主 银铃般的笑声 侍卫长隔着老远抱拳 高声说道 二公主踩着绣球 回身看了过来 她盯着许其安几秒 嘴角微挑 用力一脚踢飞了绣球 砰的一声 绣球飞射 临安公主的裙摆 周然炸开成圆形 像一朵绽放的花 见面就吃了一个 下马威的许其安 心里一灵 刚要躲避 忽然又忍住了 那只绣球射偏 砰砰砰的弹向远处 饶你一次 二公主强行晚尊 台步走向前厅 许其安 你随本宫进来 其他人 在外面候着 说华大气的前厅 二公主端坐在大椅上 许其安站在厅中 两人无声的审视着对方 二公主试图通过 皇女身份的加持 以眼神的注视 来逼迫许其安服软 她知道怀庆年少时 有段时间 曾经熬过鹰 鹰眼最是锐利 宛如刀子 普通人无法与她长久对视 因此在熬鹰过程中 必须用更锐利冷静的目光压制她 一旦熬鹰者移开了目光 就失去了成为鹰主人的资格 怀庆熬鹰的目的是锻炼 锐利的眼神 二公主至今还不敢与怀庆 长久对视 可惜啊 她这双水汪汪的桃花眸 实在是没什么杀伤力 直勾勾盯着人的时候 反而有种欲说还修的多情 许清安打亮二公主 她脸蛋圆润 与楚彩薇的脸型有些相似 但后者甜美暗藏 二次元般的大眼睛 二公主则是小玉姐型的美人 桃花眸子看谁都是寒情默默的 哼 许清安 听说你是怀庆的忠犬啊 二公主见自己凶神恶杀的注视 无法设服许清安 便吃小一声 转用言语打击 许清安诚恳说道 是的 我叫八公 啊 八公是什么 是忠犬 你在细耍本公 不敢 林安公主挑眉 许清安不卑不抗 林安公主娇哼了一声 哼 本公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立刻投靠我 摆脱怀庆那个女人 否则的话 哼 投靠你 我现在已经抱住了长公主的御腿 魏鱼的大腿 再投靠你的话 我岂不是成了三家姓奴啊 抱歉 卑职已经发誓 要为长公主做牛做马 肝脑涂地 那 我也要你给我做牛做马 许清安弄懂情况了 二公主见她受长公主赏识 是长公主身边的马仔 长得帅会写诗 说话又好听 便生起极度之心 便想把她从长公主身边抢走 二公主莫要强人所难了 许清安严厉地拒绝 人哪要有契约精神 既然答应给长公主打工 就不能再投靠他人了 你若不愿意 二公主 睁大眸子冷笑了一下威胁道 哼 我现在就大喊非礼 告诉侍卫 你试图调戏本宫 在下 愿为二公主干脑徒弟 做牛做马 许清安诚恳说道 这二公主一下子高兴起来 实事物者为俊杰 你是个人才 以后每日午时过后 你就来这里见本宫 供本宫差遣 殿下 被知有差事在身 要查桑坡案呢 也是啊 临安公主想了想 那明日就算了 那明日就算了 等本宫小使 换你了 你再过来 许清安看明白了 这女人就是瞎胡闹 不是真的要她办事 纯粹是为了找茬 长公主 刚才的威胁也没什么杀伤力 堂堂公主的名声 换她一个小喽啰的狗命 血亏 她正是因为看明白了 才改变态度 答应二公主 就当是陪小朋友玩了 随便的应付一下 二公主心情大好 因为事情进展的顺利 你退下吧 是 哎 等等 二公主喊住她 摘一下腰上玉佩 这是本宫信物 可凭此进攻 侍卫不会拦的 但只能到本宫这 其他地方你去不了啊 这么大方 你怕是个锤子吧 许清安眼睛一亮 结果玉佩收入怀里 今后 卑职一定尽心尽力 效忠殿下 三家姓奴许清安 在黄昏前离开了皇城 策马返回打耕人衙门 衙门已经散职 只剩下职守的打耕人和丽缘 比白日清冷安静了许多 许清安刚进入衙门 迎面走来一位高鼻阔额的金罗 朱成柱的父亲 朱扬 愁人见面 没有眼红 只是阴侧侧的相互审视了一番 朱金罗 令公子伤势如何呀 许清安边笑着 边把腰牌掏出来 低气十足的记在腰上 朱扬 朱扬目光扫了一眼金牌 不动声色 淡淡说道 命大 死不了 恐怕得许大人先行一步 许清安摆摆手 笑容和善 火灰在路上等等他的 像是一场嘛 朱扬 盯了他几秒 好好查案 坐好啊 朱金罗 进入春风堂偏听 隶属于李玉春的铜锣 以及府衙的几位捕快都还在 李玉春听到脚步声 从春风堂出来 赵先令的死 有些眉目了 嗯 违必是道门所为 许清安点点头 没有进偏听 随着李玉春进了春风堂 今天下午 陈府衙请了四天剑的白衣 审问了夜晚当值的狱卒和虚丽 确认了他们没有问题 进一步确认 赵先令 的确是在凌晨时分 无声无息的死在监牢里 李玉春给既是下属 又是上级的许清安倒了杯茶 道门阴神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能无声无息的 绕过守卫和狱卒 但今天查过资料之后 发现还有一个体系 能做到这一点 许清安喝了口茶 耐心听着 吴时 吴时 你听说过 吴神教吗 吴神我听头你说过 品质之外的 仙神级人物 吴神教 是吴神创立的教派吗 嗯 吴神 是东北诸国 共同信仰的神器 吴神教 在东北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正如西域的佛门 之于诸国 大风是黄泉至上 北方部落同样如此 但西域和东北是神泉至上 教派才是真正的主宰者 许清安 虚心求教 吴时在元神领域能与道门比见 嗯 不 元神领域没有任何体系能与道门相比 但吴时四品又叫梦巫 可以编制梦境 在梦境中杀人 七十年前 北方妖族和吴神教因为领地 发生过战争 根据打羹人的碟子 传回来的情报 有一只数量两千的妖族士兵 在军营里 无声无息的死亡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所有人都整隔而息 进入睡眠 但再也没能醒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33集 桑波案中牵扯的势力 四品巫师 怎么又把巫师给牵扯进来了 这个案子太难了 人宗现在是大奉的国教 到手是国师 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殊荣了 他们帮镇北王谋朝篡位的好处是什么呢 已经不可能再往上升了 满级了呀 所以无神教参与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杀死赵县令的是梦巫 那么桑波案背后的势力 幕后黑手 北方妖族 东北巫神教 徐其安喝了口茶 难掩眼神中的疲惫 倒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现在能初步排除人宗 案情有了些许进展 头儿 把这事儿禀告给魏公吧 李玉春点点头 也是愁容满面 我总感觉 庚子年尾 是大乱的开端 咱们只管破案 别吃着地购油的命 操国家设计的心了 徐其安拍了拍他肩膀 离开了衙门 回家天已经完全黑了 饿了一天 鸡肠碌碌 他吃完厨娘热好的饭菜 喝了凌月妹子 奉上来的牛奶 回到小院 倒头就睡 第三天 许其安在天光微亮时 骑马赶到衙门 正好看见街对面 穿黄裙的楚彩威 也骑着马 哒哒哒的赶来 他一手握着马将 一手抱着怀里的油纸袋 半个白花花的包子露出来 随着马匹的颠簸 努力的想要跳出来 你吃吗 楚彩威大方地递来一只包子 补充道 肉的 许其安心里感动啊 不斥鱼听到许玲依因为担忧自己 只喝了一碗粥 这吃货把我当自己人了 许其安接过包子叼在嘴上 顺手把马将丢给门口的丽园 边吃边往里走 有什么线索 我问过了 宋青师兄说 排除宫中的部分法器 以及四天剑的法器 京城地界能屏蔽忘切术的法器 大概只有佛门有 嗯 不是那些凡人的佛寺 是青龙寺 青龙寺 那个宝塔寺遗留下来的船长 许其安既惊讶又不惊讶 果然 佛门与这次的桑坡案 脱不开干系 四天剑 皇室 巫神教 北方妖族 镇北王 佛门 小小的一起桑坡案 竟牵扯出这么多的大势力 啃完包子 许其安让朱广孝和宋天风 去通知团队的其他人 在前院集结 许其安目前的团队 金玉堂 镇邪堂 春风堂 四天剑 出彩威 府衙六名捕快 共计二十四人 敏山和杨峰两位银罗 负责何时公布的火药生产 使用记录 这是一项既繁琐 又废时的工作 许其安心里认定 火药不是出自公布 只是出于谨慎 依旧没有停止对公布的调查 今日要离京 在知道桑坡案中 牵扯这么多势力的情况下 许其安遵从内心的意愿 尽量带多一些人手 她先去了一趟皇城 其他人被拦在了皇城外 能与她携手一起走的 只有吃货楚彩威 这姑娘是皇城常客 想来来 想走走 地位很不一般 张公主是不是赐了你一块玉佩 楚彩威点点头 唯有 许其安 掏出临安公主赐的腰玉 得意洋洋的炫耀 有点眼熟 啊 临安公主的 楚彩威叫呼了一声 许其安呢 把昨天的事 讲给大眼睛姑娘听 嗯 我现在是临安公主的人 她可赏是我了 见掌公主不赐欲配给我 她连忙给了一个 表示自己比掌公主更重视我 更值得投靠 她可真傻 楚彩威 哥哥的笑起来 嘲笑临安 大哥莫笑二哥呀 你哪来的底气嘲笑表表 心里虽然这样想 嘴上却附和道 是啊 不是每个女子 都有彩威姑娘这般 冰雪聪明 楚彩威的鹅蛋脸 笑容愈发甜美 不多时 终于来到怀亲王府 镇北王的封号是怀王 又是远景帝的亲弟弟 因此 府邸名字叫怀亲王府 门前两尊汉白玉尸 中门两丈高 金色门钉排列有序 交图门环都比一般 王公贵族的府邸要大 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许其安再想不出 其他的形容词 门口站着一列 直锐贾氏神色肃穆 许其安亮出金牌 本官许其安 乃陛下钦点的桑铺案主办官 有事要拜见王妃 速去通传 一位贾氏撇了许其安一眼 王妃不见任何人 请回吧 许其安 眉梢一条 正要责难 又听贾氏冷笑着补充 这同样是陛下的命令 即便是长公主要见王妃 也得看我们王妃的心情 速速滚蛋 少拿鸡毛当领剑 许其安恍然大悟地 嗡了一声 哦 原来陛下亲赐的金牌 是鸡毛 此人亵渎陛下 犯了大不敬之罪 他单手按住 腰后的刀柄 本官现在有缉拿人犯 谁敢阻扰 格杀勿论 呛了一声 黑金长刀出鞘半寸 气机波动传出 讥许其安的侍卫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脸色微微发白 侍卫头子瞪了眼 口无遮拦的下属 朝着许其安走来 行走间 夹片哗哗作响 这位大人 王妃不在府中 去了何处 许其安坐在马背 屁腻着他 卑职只是个守门的 哪里知道王妃的行踪 不过他确实不在府中 今早刚出城 与你们也就相隔半个时辰 侍卫头子好言好语的说道 许其安微微汗手 态度强硬 本官现在要缉拿人犯 尔等若是不想背叛 包庇腾辽 就助我拿下此人 他指着出口讥笑的假事 大人 侍卫头子急了 心里气个要死 但不敢发怒 诚恳说道 王妃确实不在府中 堂堂的亲王府侍卫 等贤王公贵族来了 都可以不给脸面 可对方手里握着金牌 又逮住了下属的把柄 侍卫头子只能以和为贵 许其安这才相信 调转码头 带着初采薇离开 许其安笑着试探 咱们这王妃有点意思啊 长公主都见不得 初采薇不负众望 完全没有觉察到 许其安的试探 老实回答 王妃身份很特殊的 哼 怎么特殊啊 哼 这是秘密 初采薇露齿一笑 这些事你少打听 对你没有好处 说完他板着脸警告 不准用吃的贿赂我 为什么 因为我怕忍不住 他委屈地说道 今天的任务有三个 关于赵县令死亡的侦查 已经在昨晚有了相对准确的结果 剩下两个任务中 见王妃没有达成 处事不利的许其安觉得很干 他是一个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人 心情不好 绝不是因为缠王妃的美色 想一睹芳容 王妃有特殊 这个特殊肯定不是颜值 还是指其他 既然他这么特殊 袁景帝当年为什么要把大美人 送给镇北王 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 才让袁景帝转赠了美人 许其安分神想了片刻 便把王妃抛到脑后 案子已经这么难办了 不能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浪费脑细胞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头鸟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鸟 大兵 丸子 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85集 大威天龙 望其数的视野里 井中又生起了淡淡的黑气 怎么了 许清安见他神色有异常 没 没有精华彻底 不对 黑气又冒出来了 精底有古怪 楚彩威跑了回来 趴在井口盯了片刻 不信邪 再次摆了纯阳风水一阵 驱除黑气 但结果如刚刚一样 黑气又冒了出来 啊 这怎么办 许清安没想到 事情竟然比预料中的 还要麻烦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请青龙寺的和尚 来做法 下面黑气 楚彩威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许清安跑到井口 他神色严肃 边掐动手绝 边念念有词 大大妖孽 装神弄鬼 大卫天龙 世尊地藏 大罗法咒 薄弱诸佛 薄弱巴马红 飞龙在天 去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连风都不喧嚣 楚彩威愣愣地看着他 你在干嘛 这是我家乡的 屈鞋 桌腰神咒 我想试一试 显然 我家乡的桌腰法咒 并不靠谱 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 刚才那牙子不是说了吗 前几个父母 邀请和尚做法 但安稳一段时间后 便恢复原状了 这与我刚才的情况吻合 那怎么办啊 我心里有点猜测了 等晚上我们再来 楚彩威信心满满的模样 不过 你得加餐 加餐没问题 但我总感觉你不靠谱 别忘记自己是个学渣呀 彩威妹子 许清安笑着说道 有彩威姑娘出手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加餐便加餐 两人随离开此地 跟着老经济东奔西 跑去看别的宅子 对许清安来说 选择有很多 并不急着做决定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瞭望台 魏渊穿着青衣 沐浴在阳光中 她的脸盘泛着暖浴般的光泽 鬓角微霜的银发 折射着阳光 比白银还耀眼 平阳郡主案 整垮了两党 睡隐案和桑婆案 让王党损失惨重 现在朝堂上保存 较为完整的 是燕党和齐党 魏渊抽出袖子里的秘信 笑了笑 而这封密信 可以折了齐党的一只翅膀 南宫倩柔 笑容阴冷 义父 趁着经查 早些解决掉这些 碍眼的半角石 你好大展拳脚啊 不急 魏渊正要往下说 楼梯传来脚步声 一名立员上来 魏公 陛下传唤 南宫倩柔 驾着马车 缓缓的停泊在工程之外 魏渊从车厢里下来 带着这位俊美 胜过女子的义子 往御书房兴去 远景帝积少上朝 但偶尔会在御书房 开一个小朝会 平日里只是偶尔 但经查期间 小朝会就会变得比较频繁 毕竟他不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以心只修长生路 来到御书房外 迈过高高的门槛 魏渊脚步微不可查的断了断 继而恢复如常 臣魏渊拜见陛下 大宦官坐一行礼 目光瞬间在远景帝和两侧的大臣脸上掠过 他嗅到了危机 远景帝面无表情 魏渊 朕让你执掌打耕人 所为何 护卫陛下 护卫京城 说得好 远景帝点点头 忽然抓起桌案上的一封奏折 狠狠地砸向魏渊 急言利色 你就是这么护卫镇的 朕对你推心致腹 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 魏渊沉稳地捡起奏折 展开阅览 瞳孔舒地收缩 他而话不说 跪地高呼 臣罪该万死 辜负了陛下的信任 臣只求一死 魏渊的这幅姿态 反而让准备站出来攻击 要求远景帝 斩了此聊的几世忠门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远景帝冷笑了一声 哼 你倒是坦诚啊 魏渊 近日你若狡辩 朕就将你打入天牢 魏渊低着头不说话 远景帝冷横 哼 举报你的 正是打耕人衙门的金罗周扬 魏渊依旧没有说话 那份奏折里 写了打耕人 从金罗到银罗近几年来 贪赃枉法的一些罪证 有些是证据确凿之事 有些纯粹是污蔑 当然 也包括一位新入职的铜锣 也在其中罪名还不小 短短一个月 利用职务 敛财数千两白银 日日流连 叫方思 睡花魁 这时 刑部的一位督己是中出列 陛下 打耕人以权谋私 知法犯法 臣提议 斩魏渊 以震慑打耕人 肃清歪风邪气 当即 有几位大臣服役 远景帝看了眼认罪 服法的魏渊 此案交由刑部大理寺卿 抚押联手处理 三天之内 这已有结果 回忆结束 南宫 欠柔脸色阴沉的跟在魏渊身后 没走几步 听见后边有人喊话 魏宫留步 父子俩驻足回首 追上来的是大理寺清 他穿着绣云眼飞袍 正四品大员 大理寺清和经兆福尹一样 属于职位不算太高 但手握极大权力的官员 分量非常重 在京城 一个官员的地位 话语权 从来都不是看品级 而是看手中有多大的权力 勋轨还超越品级呢 不也被挤到权力舞台边缘了吗 这位头发花白 面容清爵的老人 笑呵呵的拱手 本官想向魏公了解一下 那些名单上要饭的详情 魏渊不见喜怒的点点头 嗯 回头让人送一份到大理寺 大理寺清满意的汉手 笑容满面 呵呵呵 还有一事 本官瞧着朱金罗是个人才 刚正不讹 想把他调到大理寺 本官稍后会禀明陛下 先来和魏公打声招呼 见魏约依旧平静 大理寺清往前走了几步 魏公知道本官想要什么 魏渊笑了起来 呵呵呵 换他不亏 大理寺清 脸色阴沉地望着魏渊的背影 返回马车 南宫欠柔驾车往大耿人衙门的方向行去 车厢里魏渊柔了柔眉心 唉 大眼了 大眼了 呵呵 南宫欠柔冷笑 呵 义父 你明知他可能有异心 偏要念着旧情 这下可好 您可不是损兵折将这么简单了 大耕人牙门里 除了李玉春这样死心眼的 再就是杨艳这种刻板的舞痴 对美色和钱财不感兴趣 再就像南宫欠柔这样的偏执狂 喜欢整天泡在地牢里折腾死心犯 银子不爱 女人 哼 有我漂亮吗 要不要杀了他 南宫欠柔狠狠地说道 算账 要等到秋后 魏渊呢 平静地回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月文集团 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门网的 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冤 大兵 丸子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一百三十五集 密心 看来这注定是一场 没有收获的行程 许秦安 终于喝下了 近四以来第一口茶 大师 你可知最近在京城 传得沸沸扬扬的桑坡案 横清大师不说话 许秦安用眼神 示意同僚们伤安勿躁 他继续说 我是这件案子的主办官 是陛下钦点的 这不是因为我捡在地心 受陛下赏识 许秦安 常叹了一声 欲说还休 横清大师忍不住 看了他一眼 正好 这件事也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既然到了寺里 就与大师好好说说 前些日子 我奉命去抄一名犯官的家 陛下仁慈 没有连坐府中家眷 可是抄家时 几位同僚见府中女眷漂亮 便起了歹意 欲强行凌辱 其中一位女孩之幼 十二三岁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 当即阻止了他们 与上级发生了冲突 并险些斩杀了上级 我因此被判腰斩 故而陛下将桑坡案 交由我处理 让我戴罪立功 我的好友说 是我太冲动了 正确的做法是先行忍下 待事后再向衙门举报 可那样一来 女孩已经遭了毒手 许清安的神色 痛苦纠结 都说伏法无边 普渡众生 请问大师 我到底做的是对 是错 吕清大师一惊 露出诧异神色 没想到许清安被判死刑的背后 还有这么一桩事 女子捕头毛子里 流露着温柔的光 他和其他男人果然不一样 横清大师微微动容 没想到这个朝廷鹰犬 还是个热血心肠之辈 念了声佛号 阿弥陀佛 施主只须问心无愧 便可不沾因果 大师也觉得我做错了 许清安暗淡地说道 横清犹豫了一下 施主心善 慈悲救人 何错之有 可为何朝天要判我死罪 人世间如苦海 身在其中 便意味着身不由己 很多时候 善心未必能有善果 然 他虽会迟到 却不会缺席 桑坡案 乃冥冥中自有的天术 也是施主的转机 大师 我悟了 许清安恍然大悟 扭头对众人说道 大家都听到了 横清大师说 大奉是苦海 桑坡案是皇室的报应 愣着做什么 抓人呢 枪枪枪的 众人立刻起身 拔刀声响彻 禁士 禅士 青龙寺方丈 盘树大师 六十二高龄 光头已经没有年轻时 那么赠量 白须也长到了胸口 作为无品律者 他卡在这个境界二十多年 佛门体系讲究一个物字 有些高僧 参禅数十年 直到元祭也无法更进一步 而有些僧人 忽如一夜春风来 刹那顿悟万法同 直接省略了数十年的苦修 盘树大师既可能是前者 也可能是后者 没有顿悟之前 谁都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顿悟 这就叫做薛定谔的顿悟 量子佛法 方丈 方丈 一位执事来到院外 隔着院子焦急地喊道 寺里来了一群大庚人 把恒秦监院给绑了 说他提毁朝廷 蔑视皇室 要下大狱 盘树方丈睁开了眼 声音温和 知道了 静视的门自动敞开 盘树方丈消失在了室内 大庚人压着恒清监院 往寺外走 沿途的僧人越举越多 目光敌视 隐隐形成 违和之势 只要有人出头 就会立刻将这群朝廷鹰犬围住 但是大庚人的淫威太重 围了这群小的 说不准 明日就会来一群大的 将擎龙寺移为平地 因此没有人轻举妄动 徐清安安卫道 大师不要怕 去了打庚人衙门 只要乖乖配合 很快就会放你回来 此时 徐清安的笑容在恒清大师眼里 就像是恶魔的微笑 完全起不到安慰的作用 阿弥陀佛 一声宏伟仁厚的声音传来 无形中抚平了众僧的敌意和怒意 徐清安看见一个披着红黄袈裟的老和尚 凭空出现在前方三丈处 挡住了打庚人们的路 贫增 盘树 盘树方丈 徐清安 肃然双手合十 回了一个礼 本官有事要询问方丈 随品上来吧 盘树方丈叹了口气 重新来到静世 这一次 除许清安之外 包括三位银罗在内 其他打庚人都被屏蔽在外 对于一位无品高手 许清安的态度正重了许多 无品的律者对应武夫体系的无品化尽境 这是超越铜皮铁骨镜的高手 方丈大师 本官奉黄命调查桑坡案 偶尔间发现金无卫的一位百狐 可以瞒过斯天剑的术士 多方询问后 知道青龙寺有类似的法器 此案是关重大 为了青龙寺的周全 方丈大师一定要如实相告 本官并不是在威胁大师 希望大师能明白 本寺确实有一件法器 能够遮掩气息 瞒过任何的窥探之法 此物还在四中吗 不在 方丈摇头 许清安没有说话 静等解释 盘树方丈停顿了几秒 唉 恒青之所以欺瞒大人 该因此事涉及到本寺的一桩丑闻 传扬出去 已可能对本寺招来大祸 贫僧 有一位弟子 发号横惠 天资聪颖 贫僧原本对他寄予厚望 奈何他六根未经 与上山的女乡可有了私情 盗走了内奸法器 携手私奔 跑离了京城 许清安眯着眼 审视着方丈随口问道 那女乡客的身份 盘树方丈双手喝时 无奈回答 是 平阳郡主 许清安的脑海里仿佛一道雷劈下来 在大凤王朝 郡主称谓的女子 总共有以下几类 皇帝庶女 皇太子女 亲王女 王女 严格来说 除了皇后所生的长公主 其他三位公主都是庶出 但原景帝这辈子就四个女儿 物以兮为鬼 每位公主都有封号 所以称呼她们时 前头没有郡子 当今太子虽有女儿 但年纪尚幼 不可能与私奔这种事有牵扯 因此 许清安推断 这位平阳郡主是宗室王女 这案子越差越复杂了 与郡主私奔的和尚 在这件案子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许清安问道 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前 多谢大师解惑 本官还有一件事要问 施主请说 青龙寺是当初那座西域河上建立的宝塔寺的传承 对与否 盘树方照 不语 默认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冤 大兵 丸子 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85集 大威天龙 望七数的视野里 井中又生起了淡淡的黑气 怎么了 许清安见他神色有异常 没 没有精华彻底 不对 黑气又冒出来了 经体有古怪 楚彩薇跑了回来 趴在井口盯了片刻 不信邪 再次摆了纯阳风水一阵 驱除黑气 但结果如刚刚一样 黑气又冒了出来 这怎么办 许清安没想到 事情竟然比预料中的还要麻烦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请青龙寺的和尚来做法 下面黑气 楚彩薇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许清安跑到井口 他神色严肃 边掐动手绝 边念念有词 大大妖孽 装神弄鬼 大威天龙 世尊地藏 大罗法咒 薄弱诸佛 薄弱八马哄 飞龙在天 去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连风都不喧嚣 楚彩薇愣愣地看着他 你在干嘛 这是我家乡的驱邪捉腰神咒 我想试一试 显然 我家乡的捉腰法咒 并不靠谱 我刚才话还没说完呢 刚才那牙子不是说了吗 前几个父户邀请和尚做法 但安稳一段时间后 便恢复原状了 这与我刚才的情况吻合 那怎么办啊 我心里有点猜测了 等晚上我们再来 楚彩薇信心满满的模样 不过 你得加餐 加餐没问题 但我总感觉你不靠谱 别忘记自己是个学渣呀 采薇妹子 许清安笑着说道 有采薇姑娘出手 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加餐便加餐 两人随离开此地 跟着老经济东奔西跑 去看别的宅子 对许清安来说 选择有很多 并不急着做决定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撩望台 魏冤穿着青衣 沐浴在阳光中 他的脸盘泛着暖浴般的光泽 鬓角微霜的银发 折射着阳光 比白银还耀眼 平阳郡主案 整垮了两档 睡隐案和桑婆案 让王党损失惨重 现在朝堂上 保存较为完整的 是烟党和齐党 魏冤抽出袖子里的密信 笑了笑 而这封密信 可以折了齐党的 一只翅膀 南宫倩柔笑容阴冷 义父 趁着经查 早些解决掉这些碍眼的半脚石 也好大展拳脚啊 不急 魏冤正要往下说 楼梯传来脚步声 一名立员上来 魏公 陛下传唤 南宫倩柔驾着马车 缓缓地停泊在工程之外 魏冤从车厢里下来 带着这位俊美胜过女子的义子 往御书房兴去 远景帝积少上朝 但偶尔会在御书房开一个小朝会 平日里只是偶尔 但经查期间 小朝会就会变得比较频繁 毕竟他不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 以心只修长生路 来到御书房外 迈过高高的门槛 魏冤脚步微不可查的顿了顿 继而恢复如常 臣魏冤拜见陛下 大宦官坐一行礼 目光瞬间在远景帝和两侧的大臣脸上掠过 他嗅到了危机 远景帝面无表情 魏冤 朕让你执掌打耕人 所为何 护卫陛下 护卫京城 说得好 远景帝点点头 忽然抓起桌案上的一封奏折 狠狠地砸向魏冤 急言利色 你就是这么护卫朕的 朕对你推心致富 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 魏冤沉稳地捡起奏折 展开阅览 瞳孔疏地收缩 他二话不说 跪地高呼 臣罪该万死 辜负了陛下的信任 臣只求一死 魏冤的这幅姿态 反而让准备站出来攻击 要求远景帝斩了此聊的几世忠门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远景帝冷笑了一声 你倒是坦诚啊 魏冤 今日你若狡辩 朕就将你打入天牢 魏冤低着头不说话 远景帝冷横 举报你的正是打耕人衙门的金罗 朱扬 魏冤依旧没有说话 那份奏折里写了打耕人 从金罗到银罗近几年来 贪赃枉法的一些罪证 有些是证据确凿之事 有些纯粹是污蔑 当然也包括一位新入职的铜锣 也在其中罪名还不小 短短一个月利用职务敛财数千两白银 日日流连教方司睡花魁 这时刑部的一位督己是中出列 陛下 打耕人以权谋私 知法犯法 臣提议斩魏冤 以震慑打耕人 肃清歪风邪气 当即有几位大臣服役 远景帝看了眼认罪伏法的魏冤 此案交由刑部大理寺清 抚押联手处理 三天之内 朕要结果 回忆结束 南宫倩柔脸色阴沉的跟在魏冤身后 没走几步 听见后边有人喊话 魏公留步 父子俩驻足回首 追上来的是大理寺清 他穿着绣云一眼飞袍 正四品大员 大理寺清和经兆福尹一样 属于职位不算太高 但手握极大权力的官员 分量非常重 在京城 一个官员的地位 话语权 从来都不是看品级 而是看手中有多大的权力 勋轨还超越品级呢 不也被挤到权力舞台边缘了吗 这位头发花白 面容清爵的老人 小呵呵的拱手 本官想向魏公了解一下那些名单上 要饭的详情 魏冤不见喜怒的点点头 嗯 回头让人送一份到大理寺 大理寺清满意的汉手 笑容满面 还有一事 本官瞧着朱金罗是个人才 刚正不讹 想把他调到大理寺 本官稍后会禀明陛下 先来和魏公打声招呼 建魏约依旧平静 大理寺清往前走了几步 魏公知道本官想要什么 魏约笑了起来 换得不亏 大理寺清 脸色阴沉的望着魏约的背影 返回马车 南宫嵌柔驾车 往大耿人衙门的方向行去 车厢里魏约柔了柔眉心 哎 打眼了 打眼了 南宫嵌柔冷笑 义父 你明知他可能有异心 偏要念着旧情 这下可好 您可不是损兵折将这么简单了 大耿人衙门里 除了李玉春这样死心眼的 再就是杨艳这种刻板的舞痴 对美色和钱财不感兴趣 再就像南宫嵌柔这样的偏执狂 喜欢整天泡在地牢里折腾死刑犯 银子不爱 女人 有我漂亮吗 要不要杀了他 南宫嵌柔狠狠地说道 算账 要等到秋后 韦冤呢 平静地回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冤 大兵 丸子 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三十七集 长公主召唤 喜亲爱心里想着 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工具人的 六号的身份以及现状 是我刚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传出去的话 身份暴露的风险很大 我得打一个时间差 除非天地会成员们都知道六号的跟脚 许清安拿出地书碎片输入消息 你们知道六号的身份吗 我指的是佛门弟子这个信息之外 不知道 六号自称是云游的佛门弟子 打算在京城长住一段时间 哦 六号在冒充外地人呢 这和尚的脑子比鲁之身要强一些 许清安心里有数了 输入信息 这件事你们不用管 我会与金莲道长接洽 关于六号的情况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道长 你今晚能否来一趟我的住处 我有事与你相伤 看到三号这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天地会众人心里同时凌然 有种盲刺在背的感觉 二号忌惮地想着 三号竟然摸清了六号的跟脚 听话中之意 似乎对他的近况也有一定的掌握 他们明明只有过短暂的交汇 果然白鹿书院的读书人 能力都很强 三号有点意思 他入会最晚 但展现出来的手腕 能力以及敏锐 让人择舌 期待将来回京城时 与他见面 到时候好好领教一番 四号由衷地欣赏 那里千万别猜我的身份啊 不然我会生气的 五号呢 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三号 关于桑坡案 你手里是否有更准确的消息 这几天没有关注桑坡案 一号见状 潜水去了 与金莲道长约定好见面时间 许清安离开偏厅 静直去了好奇楼 求见魏渊 通透敞亮的茶室里 魏渊独自一人坐在案前 下棋 左手对右手 像是在演一幕寂寞的独角戏 魏渊头也没抬笑着说道 下了半辈子的棋 最开始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到后来 渐入夹境 打败一位位国手 不知不觉 已经找不到敌人了 你上次跟监政下棋 不就打了个平手啊 许清安在心里吐槽 但棋盘外的敌人 却多得让人头疼 魏渊放下棋子 捏了捏眉心 唉 何事 卑职要向魏公汇报 案件的进展 昨日凌晨 太康县的赵县令 在下狱当晚 遭了灭口 此事府衙暂时密而不宣 赵县令死状实事古怪 没有中毒 没有伤口 死得自然而然 魏渊表情疏得顿住 几秒后 目光闪烁了一下 你有什么看法 卑职查阅资料 发现能做到这件事的 除了盗门阴神 再就是东北的巫神教 桑坡爱涉及到了妖族 东北巫神教 卑职绞尽脑汁 左思右想 朝中除了那位 还有谁 能同时勾结这两大势力 碰了一声 魏渊首长按在棋盘上 满盘棋子震颤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许秦安 出了这里 这些话 不得与任何人说 许秦安连忙低头 解释道 可 可被纸 难以再查下去了 魏渊冷冷地说道 退下去 是 许秦安退出茶室 听着脚步声在渐渐远去 魏渊有条不紊的收拢棋子 清洗茶盘 换了一身轻衣 走到楼梯口 吩咐当职的立员 准备马车 本座要进宫 是 许秦安只恨手头没有烟 思考的时候只能干巴巴地坐着 他听着吕清和三位银罗交流的案情 自己魂飞天外 准备往远在鞭塞 我不可能跑鞭塞去查 再说也不敢查 除非陛下亲自一道圣旨 否则单凭一块金牌 查不到那尊大神 身在鞭塞 倒是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是 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的 只要做了 就会留下线索 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抓住这些线索 郑北王不在京城 但是他需要一个代言人 那位代言人必定是朝中的某一位 郑北王这条线索暂时查不了 因为魏渊不肯帮他 如果魏渊能请到圣旨 那一切都没有问题 好在 狡猾的兔子不止一个我 聪明人也不会只有一条道 今日的青龙寺执行没有白费 青龙寺的横会和尚是一个突破口 而想顺着这个突破口往下查 就得想办法找到六号 这就是许清安 为什么要约金莲道长夜会的原因 堵堵堵的 敲门声打断了吕青和三位银罗的讨论 让他们不由皱紧了眉头 看向门外 沉默寡言的朱广孝站在门边 宁言 长公主有请 吕青等人扭头看向许清安 怀青找我干什么呀 想我了 昨天不才刚见过面吗 看来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许清安脑海里浮现容貌绝美的清冷公主 以及她可以放在桌案的围案胸怀 明明外表清冷如仙子 身材却像极了勾人的魔女 玉花园 凉亭四角 垂下遮挡寒风的围满 炭火炙烤中带来暖人的热气 一身盗袍的远景地 和一席轻衣的魏冤在下棋 他们 一个是皇帝 却鲜少穿龙袍 一个是监察百官的全臣 却总是一席轻衣 相比两个特立独行的老家伙 青年的太子殿下 就穿着一丝不苟 恭恭敬敬地站在远景地的身边 昨日 国师列了一楼金丹 朕回头派人送你一课 远景地捏着棋子 看了半天 耍赖似的捡走三粒黑子 一枚金丹换三枚棋子 不过分吧 魏冤汗手 不过分 又走了几步棋 魏冤笑着捡走远景地的六枚白子 陛下阵营有点乱 臣替你清理一番 远景地面无表情 这些年来 这乙重的还是你魏冤呢 常常会想 如果你当年没有进宫 而是走科举正途 帝国就多了一位冯补将 这也不必为这些机灵狗碎的事情伤谁啊 魏冤表情输得顿住 又在瞬间恢复如常 臣现在不一样在给陛下做事吗 太子殿下眉头紧皱 盯着棋盘沉吟不语 并不是父皇与魏公的棋盘拼杀有多么精彩激烈 而是在咀嚼两人之间的对话 有一种物理看花似懂非懂的感觉 坐在亭子里的这两人 一个潜心修道二十年 依旧能牢牢的掌控朝局 帝王新属如火纯青 一个以宦官之身执掌打耕人衙门 文桃武略 让无数读书人汗言 他们之间的对话 一定要品细品 太子浮想连篇之际 又听袁景帝说道 桑普案查得怎么样了 府衙和刑部递交的卷宗一塌糊涂 真记得打耕人衙门的主办官 是那个罪犯铜锣 请许对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打凤打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驼渊 大宾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百八十六集 一路无话 南宫倩柔驾车穿过急事 进了僻静的街道 继续说道 虽然此事不是因为那小子 但他是个引子 义父你原本可以避免的 那小子真值得义父如此看重 委员轻笑着话锋一转 金罗有很多 那么有趣的人只有一个 我很期待他的成长 咱们这个陛下呀 是不会放心看我做大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说到这里的时候 委员终于有了一丝阴语 大理寺青刚才想用那份名单 换义父手中的密信 义父为什么拒绝 南宫倩柔问道 他知道义父最后那句换得不亏 不是答应了大理寺青的交换 而是决定忍痛将金罗银罗们换掉 两败俱伤 回答他的是沉默 今年真是多事之秋啊 不 每次经查都是一次大动荡 一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班底 这回少不得伤筋动骨啊 南宫倩柔叹息了一声 每次经查都会有胜利者 亡党就是上一届经查中崛起的 但有一点不可避免 就是经查结束后 所有党派都会损失惨重 胜者也是惨胜 回了衙门 你去找许继安 让他躲几天 我会想办法把他摘出去 是 南宫浅柔酸溜溜的点头 黄昏 早早结束看房的许继安 花了一个小时陪楚彩薇逛街 看见什么好吃的就买什么 大眼睛美人兴致勃勃 玩得很开心 脸上始终挂着甜美的笑容 逛街果然比打架还累啊 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 是精神上的 许继安吐出了一口气 只要哄开心这个女人 累一些也是值得的 上辈子听过一句话 哄女孩子的方式有七十种 一种是购物 剩下的是六九 后者呢 许继安无法施展 自然无从验证 但是逛街购物效果的确不错 进了桂月楼 点上一桌价值五两银子的丰盛晚餐 许继安为了不亏本 放开肚皮和除彩为一决雌雄 这时心悸的感觉传来 他不动声色地停下进食 取出御师小径查看信息 大根人衙门出事了 金罗朱扬 举报魏冤贪赃亡法 此案涉及四位金罗 双位银罗和三十名铜锣 由府衙刑部大理寺 共同处理 这是不是意味着 魏冤即将失仇 在经查期间倒台 朱扬当了二五载 举报信牵连这么多人 许继安凝视着镜面的文字信息 心里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段时间 京城党派斗争如火如荼 各有胜负 许继安因为段位不够 平时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听过后就没在意 原以为打羹人的特殊定位 能够在这场风波里稳定航行 不会受到轻压 但看来他对朝堂局势 对党争还是不够了解 朱扬身为金罗 手里肯定握着许多打羹人的黑料 现在突然反叛 打羹人估计得伤筋动骨了 不出所料的话 肯定是因为我的缘故 听说朱银罗被那一刀伤了脏腑 落下病根 将来五道无望 而我非但无事 反而升值加息 确实如果我是原警帝 我肯定不会看着魏渊做大 从税银案到桑坡案 再到这段时间的斗争 文案集团们狗脑子都打出来了 循贵大致保持完好 可这是因为人家手里掌握的权力不够 没有撕逼的底气 魏渊与我说过 如今当朝之上 王党和打羹人势力最强 而今王党损兵折将 魏渊代表的燕党肯定要做削弱了 我一个小铜锣应该 该死 朱银会放过我才怪呢 许奇安念头闪烁间 曾经再朝围观的四号传书了 贪赃忘法只是表面由头而已 要说贪赃忘法 打羹人有魏渊管着 哪有朝堂上的一官秦兽们吃相难看 原警帝不过借这个机会 打压一些魏渊而已 四号不愧是官场老人 身在千里之外 分析的入目三分 这和我想的差不多 一号的段位 难道还看不透这么简单的道理 竟然问那么愚蠢的问题 许奇安输入信息 如果是原警帝的意思 那魏渊也无能为力了吧 怎么都得舍弃这些下属了 这得看原警帝和魏渊的态度 只是贪赃的话 处罚结果不会太大 但肯定会有一批人被逐出衙门 双规是吗 许奇安忽然忧心自己的前程了 你对着镜子写写画画些什么呢 楚彩薇吃着酱猪蹄子 所以说女人都是大猪蹄子 许奇安收了镜子 没事 穿饭 我们去看看那鬼宅 不管怎么样 先把宅子给买了 拥有一套不动产比什么都重要 府衙的臣服 也与我关系不错 如果我真的在名单中 进府衙倒是不怕 就怕落入刑部大牢 我肯定没有贪污 但事实如何不重要 实在不行就消失几天 明早问问魏渊怎么安排 离开贵月楼 许奇安把玉石小镜递给楚彩薇 给 帮我保管几天 哦 楚彩薇接过 顺手塞进左腰的陆皮小包 天黑之后 来到那座鬼宅 两人翻墙进去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为什么要晚上过来 荒凉的废宅里 回荡着两人的脚步声 今夜无风 龙冬里没有重鸣 寂静的可怕 楚彩薇手里拿着一根糖葫芦 嗓音清脆 白日里洋气充沛 井里的女鬼不会出现 要清除她 要等她出来 另外 我怀疑井底有古怪 待会儿打算下去看一看 下去看一看 有深海恐惧症的许奇安顿时怂了 尤其是知道井底有古怪 等啊等 夜渐渐的深了 楚彩薇纳闷 直接下去吧 你去不去 我不去的话 你一个人跳井 我不放心呢 楚彩薇点点头 撑着井炎 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哎呀 这傻牛听鬼故事的时候 还很胆小的 许奇安把黑金长刀握在手里 跟着跳井 井水冰凉 他看见前方有一抹亮光 硬着黄裙女孩轻盈的身子 他在水里扭动腰枝 宛如灵活的美人鱼 那抹亮光是他腰间的八卦盘 游了十分钟左右 许奇安忽然看见楚彩薇停了下来 他摘下了腰间的八卦盘 像是与什么东西对峙 许奇安游过去 借着八卦盘散发出的亮光 看见井底爬着一个白衣女子 他似乎也有所察觉 慢慢仰头看了过来 那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眼球挂在脸颊 黑洞洞的眼眶里蛆虫在蠕动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 大斌丸子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87集 共情 卧槽 这老经纪不是骗人的 这女鬼的 我们还真是这副模样啊 许奇安心里一阵悚然 但是她并不害怕 悚然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普通人 在现实见到鬼魂自然而然的反应 毕竟 她是一个看完恐怖片 不敢上厕所 憋不住 就用卖动饮料瓶来解决的人 白衣女鬼愣了愣的看了他们片刻 似乎觉察到威胁 嘴角裂开到耳根 漆黑的鲜血流淌 乌声嘶吼 朝着两人扑了过来 游身的警笛 阴气强盛了数倍 刺激的许奇安皮肤 吐起了鸡皮疙瘩 他老老的 我不会对付怨魂啊 直接给他一刀吧 许奇安握住刀柄 打算抢到楚彩薇前头 但是黄群小美人压了压手 阻止了他的行动 他手绝掐动 风水盘上中央的太极鱼旋转起来 许奇安看见天干中的鬼字亮了起来 一股五光冲出风水盘 将女鬼裹挟住 收入风水盘里 楚彩薇收回风水盘 握在手里 扭头朝许奇安 嫣然一笑 然后指了指井底 摆动着腰枝游了过去 两人在井底勘察片刻 没有收获 哗啦一声 许奇安钻出水面 水底无处借力 双手撑着井壁往上爬 回头说道 抓住我的腿 楚彩薇嗷了一声 抱住许奇安的双腿 让他带着自己往上爬 许奇安改应了一下 你说什么 楚彩薇没听清楚 没啥 你再往上爬一些 我裤子快被你拽下去了 我上面还有一个饼 够你搭把手的 楚彩薇是一个劲的找 愣是没找到许奇安说的饼在哪 从井底出来 许奇安运转气急 蒸干湿漉漉的井水 楚彩薇则捏了个手绝 从风水盘里 掉出一抹橘色光焰 绕着身体走了几圈 水蒸气弥漫 却不毁坏衣物 身体重新变得凉爽后 楚彩薇说道 这只是个普通的怨魂 这是普通的怨魂 那他是怎么维持这么久的 许奇安皱了皱眉 老经济说过 闹鬼事件已经持续两年多 楚彩薇接下来的话 解开了疑惑 井底连通着弟弟暗留 井中的怨气就是那么来的 我猜测是弟弟有阴脉 许奇安估摸着 阴脉是风水学上的术语 恍然的点头 所以你的净化不起作用 前几任大师的法师没用 因为他们不是术士 楚彩薇用力点头 表示自己是术士 很骄傲 这个宅子别要了 阴脉在地底风水极畅 住久了会没孕缠身的 干嘛不要啊 老便宜了这宅子 许奇安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你以为我找你办事 真的只是看看 你也得帮我把风水弄好 那多累啊 楚彩薇苦着消脸 他天天学习练金术 已经很辛苦了 那你得 得加餐嘛我懂 这还差不多 他撇了撇嘴 重新月上屋脊 朝着下方喊道 送我上天 你要与月亮监不监吗 今儿没月亮 那没事了 许奇安心里吐槽 月上屋脊 双手搭成小板凳 楚彩薇跳了起来 脚尖点在他的掌心 借着五幅恐怖的怪力 轻盈的身躯 宛如利剑冲向夜空 在这个过程中 他利用风水盘的神意 招来似似缕缕缕的风 托举着身体 延缓下坠 清光眼开启 楚彩薇俯瞰着整个宅子 然后转过脑袋 观测宅子附近的区域 观测整个大区的风水 楚彩薇落叶般 徐徐飘落 奇怪 这片地区风水不错 不应该形成阴脉啊 是不是你业务水平太差啊 许奇安不敢吐槽 要不你看看 或者回四天剑 找师兄们帮忙 不用这么麻烦 咱们直接通流女鬼 与她共情 看看她是怎么死的 如果没有线索 我再找师兄们求助 快点啊 我明天还有事呢 明天要去衙门找魏冤 如果爸爸愿意为她顶住压力 那万事大吉 如果爸爸不管她 她就只能躲起来 后续再找机会 看怎么解决二屋 在帆水带来的影响 而这座宅子 就是许奇安给自己找的据点 这里闹鬼 平时不会有人靠近 也不是达官显贵云集之地 距离主街有段距离 非寻城进军 和打更人重点关注的区域 如果阴气太重 以她共情 需要承受阴气弱体 对女子身体不好 对你来 武者气急旺盛 不会有任何后遗症 嗯 好 除彩威摘下风水盘 嘴唇开合 太极鱼缓缓转动 一团淡淡的黑雾被弹了出来 漂浮在风水盘表面三寸 黑雾躁动乱窜 但无法离开风水盘 每次都被清光碧弹回太极鱼上方 除彩威屈指轻弹 骑 黑雾鸡舍 撞入许清安眉心 许清安浑身一凉 一缕寒意从脊背升起 接着感应到了充满怨恨 疯狂恐惧的意念 这团意念疯狂的冲击她的元神 试图控制身体 突然 女鬼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变得很安静 不 是战战兢兢 这让许清安打消了意念压制怨魂的想法 仔细感知着女鬼的意识 她是不是察觉到神书和尚的存在 和尚确实沉睡了 不然说不定就剿灭了女鬼 她的意念将怨魂包裹 两者产生共情 下一刻 一段段陌生的画面浮现 宛如播放电影 女子本是太康县一个 父户家的女儿 因为长得漂亮 囚勤的人踏破门槛 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 她会嫁一个好人家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但是 某一次出行 改变了一生 在一个披荆的巷子里 人贩子强行掳走了她 她被送来京城的一座大宅里 宅子里住着许多与她一样的女子 他们做着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每晚陪着出入宅子的客人们睡觉 供他们玩弄 他们彼此之间称呼大人 显然是有关身的人 退下关袍的大人们 比禽兽还禽兽 肆意地玩弄着宅子里的女人 女鬼伺候过许多大人 她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怨恨 但是害怕死亡 只能忍辱负重 就这样过了几年 她被一位客人看中了 成为了那个客人专属的情人 出境变好了 那个客人叫塔姆拉哈 是个中等身材 粗壮 大饼脸 单眼皮的男人 他的死因是某次偶然间 听见了塔姆拉哈 和一位大人物的谈话 谈话中涉及到云舟炮火 器械等字眼 大宅的后院有一口化生井 井里葬着许多自尽的 或者是被客人折腾死的女子 女子被杀后 也丢入了那口井中 她死后化作厉鬼 却被困在井中 因缘巧合之下 顺着井底的暗流 来到了这里 并借着暗流中溢出的怨气滋养 留存到了现在 魂魄没有湮灭 在这一段段的记忆碎片中 许清安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尤其是女子死亡前夕 那场谈话 她通过女子的视觉 看见了塔姆拉哈交谈的大人物 祈荡公布上书 许清安睁开眼 意图胸腔中的玉器 这共情真不是人干的事啊 同时也被女鬼的怨恨 痛苦绝望等情绪影响 幸好她每天都坚持观想 魔力元神 意志力大有长进 换成普通人 估计得抑郁症 或者精神分裂 似乎有意外收获 楚彩薇看着她 共情期间 她看着许清安脸色反复扭曲 时而猙獰 时而痛苦 时而悲愤 这些当然不是属于她的情绪 而是来源于那位女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一个女人 拥有如此多的负面情绪 楚彩薇 指尖点在许清安的眉心 拉扯出女鬼 重新封印在风水盘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月文集团 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 大凤大耕人 作者 卖爆小郎君 演播 头头冤 大斌 丸子小桃红 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 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40集 左右逢圆 徐清安叹息道 或许 在二公主的眼里 卑职是个左右逢圆的无耻之徒 卑职无法反驳 这块玉佩 请公主收回去 这么好的玉佩 莫要跟着我陪葬了 二公主已经讨厌许清安了 正要收回玉佩 听到最后一句愣了愣 你说什么 许清安不答 低头摸缩着玉佩 二公主是大方的 从没有哪位大人物 愿意把贴身的妖狱 赐予我 卑职万分感动 二公主待人已成 卑职又岂是不知好歹之人 她怅然地叹了口气 重新把玉佩递过去 可能我与二公主 没有缘分吧 请收回 二公主微微动容 但并没有原谅她 毕竟作为圆景帝 最宠爱的公主 阿谀奉承的话她听得多 只是这个男人眼神 颇为真诚 语气也很诚恳 二公主愿意再听听她的解释 您刚才说的陪葬 是什么意思 我原以为二公主应该是查过我的 这个还真没有 林安公主心虚了一下 接着想起了什么 腰斩罪 当日 怀庆举荐她是 林安也是在场的 听怀庆说 她是因为刀斩上级 被判了腰斩之刑 林安公主抿了抿红唇 趁机擦掉眼角的泪痕 语气稍稍地转柔和 但小脾气还在 这和怀庆有什么关系啊 张公主对桑坡还很是好奇 希望掌握最新的案情 她说只要我定时汇报 便答应案情结束后 不管我能不能戴罪立功 她都可以替我向陛下求情 许清安真诚地凝视着二公主 卑职就想着 二公主带我真诚 可我是个罪人啊 我无法报答二公主的赏识之恩 于是 就想答应长公主 带我脱罪之后 再为殿下 小圈马之劳 如果真诚可以量化的话 许清安眼里的真诚 就像是海超 让二公主的心软化了不少 她生气地说 你为何不与我说 父皇最宠物 我替你求情 岂不比怀庆更稳妥 说完 她看见许清安脸上 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 似感动又似震惊 接着听见这个小铜锣颤抖的声音 殿下 竟然愿意为我一个 可可相识的铜锣 向陛下求情 原来 她是觉得我不会帮忙 所以才把怀庆当作救命稻草 林安公主是又好气又好笑 其实刚才只是一句气话 但是话赶话的到这份上了 她有点骑虎南下汗手说道 自然 本宫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人 许清安凝视她许久 抱拳一字一句说道 殿下 卑职现在 只想买一块地 林安没听懂 她恶然说道 买地 许清安 正中的点点头 她的名字叫 死心塌地 林安公主愣了 稍稍有点感动 这是她没听过的呀 一下子 对许清安的一雁赠感 消灾一空 如果之前是想着和怀庆争玩具 现在则是真心觉得有个这样的下属也不错 但想起这个小铜锣刚才气哭了自己 她哼了一声 软绵绵的语气 骂一声 哼 狗奴才 啊 搞定 许清安如是重负地在心里松了口气 遇到这种二选一的情况 永远不要想着解决问题 而是要思考怎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核心要素 分化他们 逐个击破 长公主是个性格强势霸道的女人 而且聪明 所以呢 在较为公开的场合要偏向她 给她面子 二公主 娇蛮任性 既是瘦气包又是个表表 喜欢挑衅惹事的妖艳贱祸 但她诚服浅 是个被宠坏的公主 小性子很多 却容易红 只要你巧舌如簧 就能让她转称为喜 是个需要甜言蜜语的女人 基于两位公主的不同性格 身在修罗厂的许秦安 迅速的撕损出了堪称完美的应对之策 不但化险为夷 还让二公主答应了替她求情 为将来买了一份商业险 还不花一分钱 许秦安当着二公主的面 小心翼翼的把玉佩收回怀里 仿佛那不是玉佩 而是珍宝 二公主眼神立刻柔和了许多 许秦安打算溜了 那卑职先行告退 其什么 林安公主撑了她一眼 你是本宫的下属 本宫还要拆迁你呢 她翘了怀庆的墙角 当然得让其他兄弟姐妹都看到 这样才有面子吗 才能让怀庆没面子 许秦安无奈 殿下请吩咐 无忧无虑的二公主 发现自己没什么要她办的 歪了歪头 今天天气不错 又没了怀庆那个讨厌鬼 本宫要去找玲珑玩 你跟着本宫 本宫就不用护卫了 远景帝站在高台边 审视着趴在岸边的玲珑 与那双黑扭扣般 玲动的眼睛对视 远景帝训斥玲珑 你怎么回事 李安从小陪着你玩 前日为何无缘无故的 掀他下水 玲珑这种上古异兽 十子气而生 与妖族不再同类 若是非要找一个同类呢 那就是同为上古异兽的古神 玲珑数量极少 寿命悠长 历来作为皇室的半生神兽而存在 不管是大缝还是前朝 宫里都养着这种异兽 玲珑懒洋洋的打了个响鼻 无精打采的趴在岸边 对远景帝的呵斥爱搭不理 黑扭扣般的眼睛看了一下远景帝 你到底骑不骑啊 旁边的太子观察着玲珑 他记得当时玲珑也是这般趴扶在岸边 但似乎比现在更加恭敬 更加的战战兢兢 当时隔得比较远 无法看清玲珑的表情与神态 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因此太子也不敢肯定 玲珑是历代皇帝的水中坐骑 相传于远古时代 妖族与人族的领域 不像现在这般敬畏分明 是一种相对混居的状态 因此时常会有人族被妖族吞吃 或者妖族遭遇人族狩猎 人类不晒水性 对河中妖孽无可奈何 唯独人皇能轻而易举的 入水拨杀妖族 仪仗便是玲珑这种水路两栖的异兽 时至今日 大风的皇帝当然不需要 入水拨杀妖族 水中坐骑就成了观赏性的生物 自从修道之后 远景帝许多年没有看望玲珑 不由想起了当初自己登基时 骑成玲珑在京河巡游的风光 朕多年没有亲近你了 想来你也很寂寞吧 远景帝感慨了一声 轻盈地跃上玲珑背挤的甲咒 双手握住了鸡脚 玲珑欢快地长笑一声 四肢滑动 身躯轻盈扭动 带着远景帝在湖中游野 真羡慕啊 太子望着这一幕 想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 骑成玲珑 他的皇子皇女们站在岸边 殷切地旁观 就在这时 湖中欢快游野的玲珑 忽然咆哮一声 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 他高高地昂起脑袋 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一边抖动静步 将远景帝甩了出去 回渊讲故事 谢谢